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Hey Chill的頻道,我是阿詩 我是Dino 今天這部影片比較輕鬆一點 想跟大家講一下2020年3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電影的五套入圍作品 我們對這五套作品的感覺 第一套就是少年的理 這部戲主要講中國內地中學生的欺凌現象 我覺得這部戲也蠻好看的 感情寫得蠻細膩 但有些時候我覺得有點奇怪 其實女主角很奈約 剛剛那個女主角真的弱得有點過分 正常譬如大家圍著她,逼她剪頭髮 其實你可以反抗 但她又沒有進行一些反抗的行為 可能你說會不會有文化的差異呢? 可能我們用一個香港出生的人的身份去看 可能中國人傳統說不要搞大件事 她這份內地的感覺 身為觀眾的我們 看起來是很不舒服 例如欺凌周冬雨那群人裡面 其實那幾個女生都沒有殺傷力 我這樣看我覺得有些不用那麼害怕她們 對呀,她們的行為是否真的那麼兇惡呢? 又不是文債身的巨漢 相比來說,她根本有很多可以反抗的餘地 根本不需要男主角出場 但《孤脈論》撇除這件事 其實整件事是好看的 除了女主角比較奈約之外 這部電影也不錯,好看的 有一場很深刻的,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男主角一向都會接女仔放學 就是要保護她 有一個位置就是男主角忘記發生什麼事了 她沒有辦法去接女仔放學 於是女仔就給一群欺凌她的人剪頭髮 以及打她 回到家後,女主角就哭了 男主角看到她的頭弄成這樣 當然很痛心 然後女仔就說不用幫她出頭了 只幫她剪頭髮就可以了 幫她剃乾了頭 但剃乾了女仔的頭髮之後 男主角就自己剃乾了自己的頭 那個位置其實是一個連繫 他們兩個真的好像融為一體 一對人 這個位置我就很欣賞導演 曾國祥的設計 感覺到她拍這兩個人的關係 真的拍得很厲害 說到這裡,不如我們又說說另一套 好嗎? 我們說說叔叔 叔叔真的很厲害 說真的,我還沒看電影之前 我看很多寫的他的簡介 就說到楊導演用了很多心機 去做一個前期的研究 他本身就啟發了一本書 藍藍正傳 對,藍藍正傳 對,藍藍正傳 本書裡面就說了很多 五、六十歲的一些 上一輩子的同性戀者 他們的一些辛酸 近幾年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同志電影 在世界各地都有 但大部分的題材 其實都是圍繞著一些年輕人 要說到一些上了年紀的人 其實是有一個困難在這裡 因為上了年紀的人 他們的思想和社會限制 其實比起我們年輕的人 是多很多 其實好像你所說 就是中年男人對婚姻的想法 是人生的一個目標 就是他們家庭是他們的財產 如果你說要他們放棄 其實是很困難 而這裡其實就是講這件事 然後Ben Sir又演得好 本來他在翠絲已經是有前次演這類的角色 但他這次就收斂很多 跟上次翠絲的演出就很不同了 翠絲真的比較上是巧一點 可以說是 但Ben Sir在這部演出就比較上收斂一點 還有他的角色很有趣 他是一個基督教徒來的 其實是一個跟他宗教有一點衝突 這部戲其實根本就是家庭、愛情、社會和宗教的衝突 所以這部戲我覺得其實是一定要看的 贏面也很大 對,一號就跑出了 好了,之後就講花椒之味了 好啊,花椒之味 那一開始我看一張poster的時候 我就以為鄭秀文是一個女大主角 誰知道我看完之後 原來是行三線的 那就是三個不同的女主角 分別就是中港台三種關係 這個位置也是我覺得不是那麼好看的地方 這部戲是感動的 但是它分得太散了 主要就是講三個女主角 他們分別的生活是怎樣 但是他們中間又會硬有些穿插 可能他們會聚在一起 但是我本來看的poster 我以為是他們三個的相處 那看上去就有點悶了 其實我覺得 因為以麥希恩導演的手法 他之前拍《安門不明》 其實我覺得是一套頂呱呱的作品 那他寫的關係 還有角色的性格定源 其實是很出的 但是反而來到這一套 我覺得有些少失色 純粹是小品 但是我覺得結尾是好看的 就是那個爆發點 Semi的爆發點 他經過一系列的反思 就想起和你爸爸以前的關係很差 那一刻他對著中鎮套的幻象 就叫出了那些說話 爸爸真的很想念你 我覺得那裡是蠻感動的 但是如果他跟其他競爭對手對比 那我周冬瑜是拍得好一點的 他感覺上他會用力去演 我真的感覺到周冬瑜是每一場戲都很用力 去出盡他的力量去哭出來的 但是Semi就是整個角色都比較平淡 而他沒什麼情緒起伏 在最後那一刻 男主角的競爭我反而覺得大屌 例如叔叔裡面已經有兩個男主角 太保的Ben Sir 麥露人也有郭富城 還有古天樂 還有翼陽千歳 其實競爭真的很大 也是的 那我們就說一下麥露人吧 麥露人本身就是一個 大家都很常見到的一個社會題材 就是一班住在快餐店 就是傳說中的黃金拱門 的一班人 因為很多因素 例如失業 沒有屋住等等的情況 來到這個地方 他的那個寫實感 其實很像天水為日如夜 他是說一班低下階層 嘗試很努力地脫離 他們這個困苦 但是最後用盡方法都是不成功 其實近年都很多這些片 香港 例如《一念無明》 《十年》 其實都是一些反映社會實況的電影 但是他們表達的感覺不同 譬如《一念無明》 其實他是對社會的控訴 譬如《淪落人》 他的感覺是有些不同 因為 他是說在痛苦裡面 其實他都找到某程度上的快樂 但是我在麥露人裡面 我感受的是一份辛酸 我感受不到一丁點的快樂 也是的 其實因為《一念無明》 他主要是說真的 會跟袁文樂的父子關係 但是這套《蜜露人》其實就不同 他是說五個蜜露人 五色的人 他們在M技的相處 大家也明白 香港很多時候都會搭桌 因為是細密的地方 大家跟隱形人之下的關係很密切 很容易會聊天 甚至相處 最後就是這套 《星爺》的新戲劇之王 這套戲真是 很多人跟他說話 很多人說真的很好看 但是我呢 就覺得真的 不是我一杯茶 說真的 我都一般 因為第一件事 最最最最最最不喜歡就是 本身其實我對王寶強沒什麼 但是王寶強扮白雪公主 是啊 又扮女仔 我感覺就好像 在TVB看到王祖南扮女仔一樣 很不舒服 已經看到厭 整件事 可能是那個文化差異 應該說 我不知道現在 星爺拍給大家看的戲 是不是還是針對著香港的觀眾 有機會是因為那個成長背景 或者可能 那個文化差異的不同 所以我們看下去這套戲 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好看 比如可能以前會有 很多不同的香港演員 還會有他固定的班底 比如黃禎 谷德超 吳曼達等等的人 但是現在已經不再是 我認識的周星馳 所以當大家抱著這份 心情進去看他的戲的時候 難免會有些失落 但是你覺得那個故事怎麼樣 那個故事其實我覺得 正正常常 我覺得真的很翻炒 其實根本上所有笑點 笑點好不好笑一點就一人二 因為我在戲院看的時候 其實那些人都笑得很開心 但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好笑 坦白說 給我的感覺就是喜劇之王的致敬版 我本身都喜歡星爺的 大家如果有看我上一條片 說這個大話西遊 都知道其實我是欣賞他 我覺得他是一個藝術天才來的 他拍美人魚那些 我覺得沒問題 功夫在這裡沒問題 但是這套戲 特地說到全世界都對主角很差 主角很慘 含生如虎 到最後 都沒有拍得到一個人生的轉機 但是會不會有機會是 以往我們看星爺的電影的時候 未必理解到他的電影 過了幾年之後再看 原來是有這種韻味的 會不會其實都是同樣的情況呢 因為譬如近年他拍了很多套 譬如長江七號 還有 昨天我也覺得OK的 是的 最後還有美人 感動 就是他拍得出那個婦女 抱歉 我經常覺得陳嬌 隨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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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常覺得隨嬌 是根本是一個男生 父子關係 星爺是很懂得替造一個角色的 他很懂得在他的戲裡面 將每一個角色的人物形象 雕奪得很精細 很清晰 很明顯 但是這套戲就 沒什麼驚喜 我只能說 但是有些人說這套戲是有雙結局的 說其實女主角最後已經是死了 在那個交通業界裡死了 他根本沒有去Casting 也沒有做到女主角 也沒有獎 星爺也有說過 大家應該過分解讀 他就沒有這個意思 不如說說大家心目中哪一套會贏 我自己這套幾體很好麥露人的 因為雖然人們經常說 新像導演 又說什麼 又是郭富城楊千華 但是要拍得出一套 香港原汁原味的電影其實很難 他投放的心機 他要冒的風險是很高 所以我一定會支持香港電影 我就比較希望 甚至覺得會是叔叔贏的 因為我覺得這套戲真的拍得很小 真的能夠令到兩位叔叔的感情戲 和情慾戲都拍得不令人反感 這件事是很難做到 加上還要是中年男人 還有坦白說 麥露人其實有點像一年無名的影子 反映一些社會現況 但中年男性同志這件事 真的沒有什麼電影拍過 即是香港來講 所以我也是很值得鼓勵 好了 那今天的聊天環節就到這裡 如果有什麼電影 大家都想聽我和阿絲分享的話 都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或是給意見 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之後還會繼續我們講三篇系列 暫時講了三套 接下來還有很多套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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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